一种提早报岁兰花旗之方法 花卉消费在不同品项间 有互相竞争与替代的关系 且10月开始节庆 增加花卉需求量较高 报岁兰开花旗通常在农历年前 故称之报岁兰 若能提早报岁兰花旗 则可延长报岁兰盆花 供应消费市场的时间 增加消费者选购之选择 及建立消费习惯 开拓除了旧历新年之外的 节庆送礼市场 台中区农业改良厂 可将报岁兰开花旗 调整至10至11月 相较传统方法 可提早花旗约2至3个月 在商场上可产出 有花耿之报岁兰商品 由每年10至11月 至隔年2至3月 且报岁兰产品均能符合市场需求标准 台中农改厂的技术特定为 以一种特定的生长环境温度 区间调控方法 分别是与报岁兰关键的 三个生长期时机 其中在不同生长期间 分别配合适用一种特定 淡灵甲成分含量比例的 肥料复合剂 应用于报岁兰提早开花旗过程 以本技术生产的产品品质 均能符合市场需求标准 本技术在授权期间 会由台中厂每年提供 提早报岁兰花旗之相关技术 咨询服务